就在近日,嘴炮康娜为自己的酒吧搞了个中年庆 今天是她的酒吧The Black Forging开业的二周年 庆典的开展可谓是十分隆重 参与庆典的人有当地有名的调酒师 有各界的商业大佬 当然,各种美女名媛也不在少数 各种吃的喝的应有尽有 不能说有多高调,只能说是相当隆重 毫无疑问,康娜绝对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安安门运动员 从曾经的水管工到如今的格斗巨星 从寄人篱下的苦逼生活到如今的奢侈享受 都是她用汗水喝每一场精彩的比赛换来的 最关键的是,她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商业思维 她知道如何快速地让人们记住她这个人 这也是她致富的关键 论格斗实力,可能康娜永远都排不上号 但是论个人魅力和气质 康娜当属number one 这也是她的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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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